我也希望在有这样一个金山大使的这样一个称号呢,能够去呼吁大家去更多去保护环境,或者说去了解环境保护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去倡导大家一起去做到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小事情去保护环境。 之后呢,会去吉林的去看野生的东北湖的一些基地去看一下,因为当时我在为生命呐喊这个活动上,听说全世界的野生老虎数量三千多只就感觉非常的震惊,所以也有这样一个念想去好好了解一下,去为生命呐喊。 经历这些之后呢,就会有一个意识去,就是倡导自己去,督促自己去尽量使用环保的一些带子啊,或者去少使用一些污染性比较重的一些一次性用品。 我觉得其实,呃,就像,其实就是每个人从小时做起,就是因为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念书就开始,老师就教到我们,就是要从小时做起去保护环境,可能自己一些大的一些环境保护的问题,可能自己也参与不上。 所以呢,就是倡导大家从自己身边做起去做到,呃,尽量是零污染的去生活,就像,呃,习达达达也说过一句话,叫,对待,就是要保护自己眼睛一样去保护生态环境,也要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去对待生态问题的环境,对。 对我的粉丝们,就是自己也参与了很多在这方面的事情,也非常开心,能够跟他们一块,就是共同的力量去做一份这样的工作。 当然呢,也是呼吁大家都能够一起去保护生态环境,一起去为这个环境问题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其实我觉得生态环境是说,如果说保护生态环境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面围特别的大。 其实我觉得,就是环保,其实从小事做起,慢慢慢慢积累,就会慢慢地改善我们的生态环境,就比如,可能我现在的时候,会尽量地去少使用一次性的东西,比如说,呃,出门去购物,尽量是用那种环保的袋子,不是用那种一次性的袋子啊,或者,还有就是不会去使用一些一次性的一些杯子啊,都会,就尽量会去使用保温杯这样的东西,其实就是慢慢慢慢从小事做起。 我觉得之前习大大说过一句话就是,绿水青山都是青山银山,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大家只要保护好,就是身边的一些,就是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去做到一些,就是一些对环境有好处的事情,就会慢慢慢慢地改变到很多环境问题,会感散,会感散很多环境问题,对。 可以,比如说你在出行的时候,尽量去,呃,使用环保的一些东西,可以说,你出门的时候要喝水就记得像,就是跟我刚才说的一样,自己记得带一个保温杯或者这样,就会尽量,在外边就会尽量少使用一些一次性的东西,然后在餐厅吃饭的时候,也可以尽量少用一次性的筷子啊,这样,对,我觉得这样其实就是帮环境做了一大步。 如果说保护生态环境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面围特别的大,其实我觉得,就是环保,其实从小事做起,慢慢慢慢积累,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生态环境。 因为绿水,青山,都是青山,银山,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其实大家只要保护好,就是身边的一些,就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去做到一些,就是一些,对环境有好处的事情,就会慢慢慢慢地改变到很多环境问题,会感散很多环境问题。 比如说你在出行的时候,尽量去使用环保的一些东西,可以说,你出门的时候要喝水,就觉得像,就是跟我刚才说的,自己记得带一个保温杯,或者这样,就会尽量,在外边就会尽量少使用一些一次性的东西,然后在餐厅吃饭的时候,也可以尽量少用一次性的筷子啊,这样,对,我觉得这样其实就是帮环境做了一大步。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全民参与,全球共享,我是汪俊凯,生态文明一起来。